要庆祝慈祭47周年 在马来西亚慈祭麻坡之会 就第一次举办了一场潮山的运动 志工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来成就这场姻缘 而其实在队伍当中 也有一些引发的老长辈 虽然说身有病痛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走完全程 要兼顾自己的道心 城中响起150位麻坡慈祭志工 恭送卢香赞 在庄严的佛号声中 三步一半 前程潮山 清扫沙石 洗地 画地标 志工仔细注意每一个小细节 以确保第一次的潮山 能顺利进行 整个筹备其实都是第一次 场地的规划 大概已经有改了整四次 甚至昨天的八点多九点还在改 那周末要改 其实也是有看到 有力比较顺畅 比较庄严的一些角度而改 庄严的氛围要前程新来成就 照顾护叶澄清虽然拄着拐杖 还是占了一个小时惯离 而另一位志工中金花 背部脊椎受伤也全程恭敬礼拜 我参加的是很好 也没有辛苦 不辛苦 不会痛 菩萨有保抑魔吗 志工克服万难 前程一念心潮山 步步踏实前进 大约新闻 闫丽云 江妙珍 苏星仪 马来西亚马普报道